这条巾 我们这条巾 我们叫凶锁弩突鸡 有没有 你看它从这里下来 这条这么大条 这里有凶锁弩突鸡 这里就有凶锁弩突鸡 这样就有斜方鸡了 斜方鸡跟凶锁弩突的上方 就是封驰了 所以凶锁弩突鸡的后方 那么浮屠在哪里 你看这是我们的猴杰 盘开一寸半叫人影 盘开三寸 就是凶锁弩突的后缘 这个我们叫浮屠 从浮屠斜上一寸 也是在凶锁弩突鸡的后缘 浮屠在这 斜一寸 四十五度角 这个穴位我们叫天窗 就OK吗 好 那么再来呢 就是天窗 天窗啊 就是你看 我们从这里过来 那么这个叫凶锁弩的后缘 这个凶锁弩的前缘 对不对 前缘你看 我们每个人 从这上都有一个转角 这个叫转角 对不对 叫下额角 下额角的 这个边边 这叫天窗 这个下额角是这样转 对不对 这样回来嘛 刚好它在正下方 边边 这个穴位叫天窗 这样对不对 天窗 OK吗 你摸每个人都有一个转角 有没有 这个转角的下方 戴转角是这样的吗 这是三个形的 你看 在这里有没有 有没有 三个形的边 刚刚好 天窗 你在那边也看得到 天窗 这个下额角是这样来的 就在这里 好吗 这三个形的 刚刚这个 渐渐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天窗穴 天窗宫 天窗就是美容脸部 脸部 在这儿 那么它在哪里呢 诶 我们看一下 目外置直下 当拳骨的下缘凹陷中 你看 这个叫目外置嘛 外延角直下 你看 这是拳骨 有没有 直下 下面有凹洞 有没有 这个凹洞 我们叫它拳鸟 这样 这个外延角 从外延角直下 你看这不是有凹洞吗 这个凹洞 外延角 你手 手先走开 你看下来 有没有 这个凹洞嘛 有没有 跟鼻子相平 有没有 这个叫拳鸟 这个叫拳鸟 你太远了 近一点 你太功了 听功 就是这个叫 你看 它在耳平下 额关节之江 那张口 呈现凹陷处 你看 就是听功 在这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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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 我们这个是耳平嘛 对 这个叫耳平啊 那么这边有个口 叫上切肌 这一个口 叫下切肌 这下切肌 跟现在中间 这个 从这个耳 耳朵这个耳垂啊 把这个平空的正中点移过来 嘴巴张开 这一个洞 这个叫做听功 听功 对 所以耳朵耳鸣啊 常常按这边 它有减轻的效果 好 那么 嘴巴张开 嘴巴张开 按 好 那么 从这里啊 我们最后到听功嘛 对不对 手 太阳 小长经 这样OK吗 会吗 会吗 有不懂的地方吗 可以马上问我 老师 前辅到养老 可以再讲一次 好